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关注基隆这座城市的变迁与需求 我们要从软一体的建设 观光资源的开发 还有民生最务实的问题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安乐区议员 于三发 于一座 主持人小军好 还有我们韦力议员 市议议员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三发议员 发哥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 我们的宋韦力 韦力姐好 小军好 还有三发市议 以及我们民意交响曲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区市议员 宋韦力 欢迎韦力一座 第三位是我们新义区市议员 韩市域 小军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发哥 然后议长好 欢迎治愈 我们先带大家来关心 我们的交通建设问题 你知道吗 这个台62线延伸到万里金山 可行性 行政院长亲自来到现场视察 画面上是新北市的翡翠湾 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场视察 已经核定通过的台62线延伸万里金山可行性评估计划 期许未来透过交通路网的延伸 促进区域经济观光发展 台62线的延伸万里跟金山的计划的推动实际上是相当的重要 那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刚才我们局长也有报告 单单隧道只有3公里6公里 就是将近6.5公里的隧道 然后剩下来的就是桥 所以未来这个景观上也一定是很美的 那而且很快速 所以我们从这个台62线的马东系统交流道延伸到金山的外环道 那都是桥梁隧道的辟建 那有12.1公里 那我们会开始就是前面从马东系统到万里交流道这边 大概有10.9公里 那如果它完成的话 刚才讲过我们观光也好 产业也好 就业的机会 投资的机会也都很多 而且可以强化跟促进我们区域平衡的发展 那对民众来说 当然有一条便捷的道路 可以使用 还有疏解我们刚才讲的交通的瓶颈 对于保障我们当地居民的用路安全 提高生活品质也都有很好的影响 针对这项延伸案地方上也相当关心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佩祥 多位市议员跟里长 还有新北市的民意代表都到场 地方将和中央共同努力 来促成台62线延伸万里金山 也希望借此改善基金路段的塞车问题 622延伸案一次又一次的夭折 在2020年我们提出从七堵直接延伸到万里 走山路这个建议案 到今天终于热建已经有一个雏形出现了 不过一路走来我们几位议员 一直在为基隆这边争取 当然我们是安乐区的议员 但是七堵山区有类马林这个地方 目前还是一样没有规划一个杂道 给我们山区做未来的发展 我希望今天我们飞享委员也在这里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意见也带到我们交通部 这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后续还有需要可以一起改进的地方 我们要请教发哥 好 谢谢 我想这是一个很振奋人心 让我几天几月都高兴到睡不着的一个好消息 从2018年我重返议会之后 我就一直开始争取六二的这个塞车问题 基金公路塞车问题 六二延伸的问题 但是中央老是给的答案就是不可行不可行 花了好多钱去规划 到最后都不可行 后来我终于有一次机会我到金山去 我针对站在金山万里人的立场说 万里到金山 万里跟金山的人要跟基隆这边 安乐区这边的联络都在塞车 没有个潮生路线 我们现在有一个副总统也住在万里 所以一直用这个方向再去争取之后 终于2020年的时候 我在金山做了这一个建议 2022年我也在这个节目上 也一直在讨论这个 当然陆续在这个议会里面 我也一直在争取这个事情 很高兴在2023年6月 终于看到规划的一个说明会 当时规划的说明会我有去 我再强调一点说 终于看到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从我们高速公路七堵端 或是在六二端直接拉一条 过了有了马林 通过那个道轮后面山上 直接通到万里去 这样我们的基金公路 七八年的争取 终于已经说我们的可行性评估通过了 那我要向各位乡亲报告这个好消息 我们未来基金公路如果这样的话 有了这条道路 可以让我们直通到万里到金山 那我们基金公路的塞事问题 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解决 我多年来的努力 有了这个好消息 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不过刚刚节目上也有提到 我在节目那个新闻里面我有提到 我说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 今天就用我们基人的路 经过了我们的有类马林这些山区 因为马林这也是要发电 我们以后也希望说 这个荒郊野外 因为这条公路经过 那这个地方以后我们的观光产业 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 观光旅游休闲或者住宿等等 这些东西都能够跟着被带动 山顶外流变老年的所在 我们也希望这样 可是到目前为什么看到它的 可行性评估里面 两百四十多亿到万里 五百多亿到金山 所以整个要到金山的话 整个都为了金山万里着想 那我们基隆呢 我们的幽然马林不跟我们交流到 我从地方说明会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建议一直在争取 那现在可行民估出来了 我们的有类马林这个地方 也没有设一些杂道给我们 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希望我们的配项委员 跟我们可以合作 继继续来做争取把我们的这个地方争取一个杂道给我们 让我们不但解决了基金公路的问题 也可以把有类马林这些山上 以后变成我们的一个观光亮点 有交通方便 我们下期就有观光好发展 电路好进步 这是我希望我们后续还要再争取 除了大家听到好消息 但是还有更多需要争取的 我们会来继续努力 真的就是要解决交通问题 重要的还要就是带动地方的发展 所以发哥的这个建议就是会让这一条连外道路 看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可以来为地方来争取来谋服 那另外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解决人车争道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东方国小将设置专用通学向 东方国小紧邻社区的道路 车辆进出全靠这条东信路236向 学生上下课经常以车争道 这条巷子不到三到四米的这个宽度而已 一个人单侧走都已经很危险了 何况是在接送小朋友的时候 那是更危险的 长期以来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都会跟车子走在一起 那就算是在通学时间我们有就是做单向 但是还是车流还是很多 中央补助地方改善校园周边 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 东方国小将规划通学向 将利用挡土墙间的绿带设置战道系统 大家呢共同的努力之下呢 那现在呢我们呢共同来争取一个小朋友的同学步道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势域的后方呢 其实呢每一年呢都要维护这些杂草 所以呢这些杂草呢未来呢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也是历史的记忆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大家很好奇到底这个通学 狼道会长什么样 我们要请教世瑜 谢谢 谢谢小军 那个我们通学的步道 我们常讲嘛 其实路能到 但是呢也是有的时候碍于这个地方跟地形的这个限制 像我们东信路二三六巷 这个道路的话本身的话就大概三米左右的一个道路 所以造成呢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发生我们的居民 或者是呢小朋友 那同学的时候的话都会跟车一起征道 那现在的话也是感谢我们的市政府 那也是多年的一个这个建议 那就是希望说呢可以利用我们正好我们挡土墙上方的空间 那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同学步道 那正好呢可以把人跟车做一个这个分离 那这样的话未来的话呢我们不论说是学童或家长 乃至于说当地的居民 其实在行走这个道路的部分的话呢 就不会跟车辆进行这个交织的这个部分 那造成呢我们地方上面可能会有发生这个危险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东方国小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争取的像深美国小的这个家长接送区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东信国小的通学步道 那以及呢还有呢成功国中的这个通学步道狼带 那这边呢也要感谢我们这个谢国阳市长 那在这个任内的时候呢有跟中央积极的争取经费 那现在的话呢是在规划设计当中 那也希望可以拭目以待 那赶快的呢把这个建设把它做起来 是就是要解决人车争道的问题 同样的民众也希望可以解决塞车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中山四路 在基东市中山区中山四路189号前方 物流公司在货运尖峰时间 经常有出路货车排队造成堵塞 基东市议员宋伟丽特地和中山区公所 基东港务分公司以及当地里长和警察局 相关单位一起会刊 希望透过标线标志的增设来改善问题 这一塞车真的当地非常的困扰 我们要请教韦丽姐后来呢 我想这个塞车问题已经可以说会看多次了 以及路面上的凹陷 那自从那次我们刚刚看到 中山四路物流公司门口会刊之后 就是我们后来拟出来一条 就是希望标线标志来做于处分的 就是大家要遵守规则 那么红线的地方不要停 尤其在节观日的时候 可能跟报关的时间也有关系 那时候有协商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修正一下 就是说中午的时间就不要做 让这些货柜车也能够休息 对 或者是说中午的时间一次把它做完 这样就不会让他们停滞在那边 等待就是说报关 要进货柜那些 后来大家讨论结果 现在是有改进 现在有改进 因为最主要那个地方 让那边的附近居民 尤其太白里那边的 还有再加上我们一些游客 有时候背包客 像我们的游轮下游轮的时候 有一些外国客 你知道 他们要到白米宫炮台去 对 就结果堵车都堵在那个地方 因为连接车非常的多 除了这点之外 还有我一直在说 像我们我们基本人大部分都骑摩车 那骑摩车的情况下很危险 在那个地方 因为堵车有时候视线各方面的 后来因为标线标志设立之后 真的是改进不少 接下来还有就是路面的凹凸凸的部分 要进行改善 路面凹凸凸凸 我已经讲了将近两届了 等于八年 我想因为那个土地所有权是港务局的 那港务分公司的 那港务分公司我有跟他们的高总有联络 那后来在去年度有做了两块 但是还有两块还没有做 因为那有会伤及到民众骑摩车或者开车 因为凹陷 然后再加上货本车这样的地方 非常的危险 然后尤其在节观日的时候 那时候人车在增道 不过现在人车车道这个状况比较消除了 但是问题是路面的凹凸不平 还有两块两个区块没有 希望能够尽快 那也是等待会下节目 我会打电话给我们的林佩祥委员 希望他能够帮我们在交通部那地方 请我们港务分公司能够加紧脚步 能够还民于一个安全的回家的路 是终于盼到了就是等了八年 同样也是等超过八年的 还有我们在安乐区的安乐国小的停车场 我们一块来关心 虞山发也关心安乐国小立体停车场的规划进度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梁回应表示 市府正积极争取 希望能跟中央一起合建 关于所有的硬体设备大概最近都涨价了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包括停留我们是希望用都更的方式来办理 所以我们在规划完成后 我希望是能够跟中央争取经费跟地方共同来合建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长王正宏进一步说明 第一步将先做部分都市计划变更 接下来则是跟财政部促三师争取经费做前置规划 现阶段已经跟教育处还有都发处跨局处来整合 也就是说我们会先做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它有一部分要 校地2.8公顷的部分 要保留有两公顷以上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部分会来做所谓的都市计划变更 变更为停车场用地以后 我们透过多目标使用来把这个停车场的效益能发挥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 因为后续停车场建置的部分会涉及工程经费 所以我们已经在10月份跟财政部一个促餐师提出我们安乐国小 希望透过促餐的方式来做所谓的一个前置规划 那后续我们会持续跟促餐室这边争取经费 那逐步来推动 余三发也呼吁金融市政府多设置行人专用耗制 保护行人安全也避免驾驶人不时落入被开发的危机 哇 我觉得这个停车场真的很厉害 我还记得发哥上一次来 他是自己带他自己画的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没想到已经开始要进行了 我们来请教发哥 好 这个也是喜讯一个 是 我想我那个熬一整个月没睡觉 熬了一整个月没睡觉 去把那个图画出来构想图 那我们歇市长看 结果真的 我们讲说人定胜天了 事在人为 我在前两届八年 现在请谢市长去帮我调从前的那些资料 请他依照之前那个资料继续往前推 结果后来发现原来前八年都没动 完全没动 那个只是告诉我们说 好 好 要规划 要规划 结果完全没动 你看 谢市长上任才一年 现在规划会有了 也要送苏山市了 土地也开始要做变更了 所以我们想 这个很令人雀跃的消息 事在人为 有心要做事情的人 就能够把事情做好 不是就只有在市中心做一些行务的 就是打一个表面功夫而已 真的去了解地方需求 你看安乐国小这个地方 周边十个里 完全没有一个像样的停车场 安乐国小没有一个家长薛送区 没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这方面我已经从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认为 他每次都谈这个议题 市政务不动 当然往这个地方一直 我又争到底啊 想不到我们谢市长就认为 正一年就有结果了 所以现在非常高兴说 今天来这边想告诉各位说 不是我们的证件跳票 是我们市政务不重视啊 市政务不重视我们的议题嘛 那现在真的 市政务不重视之后 我们现在向各位报告 我们像祝川师的第二波的 那个规划会金取 那个前期规划的那个政费 那个金费我们确定会再进 因为我们已经市政务编了150万 这是前八年来 完全文风不动啊 那现在已经有编列了150万的规划费 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规划 然后依照我们规划这些东西 我们会再向祝川师 争取一些规划经费 整个设计规划 做出来之后 接下来还要进行所谓的土地变更啊 因为学校用地是不能盖停车塔 但是2.8公顷扣掉 我们停车塔要用到的这些土地的话 把它扣掉之后 学校还符合两公顷以上的这个范围 所以还是可以维持学校归学校 停车塔归停车塔 这些都是从前的市府团队 一直文风不动的地方 那现在终于这些东西有在动 我们谢谢谢市长 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机会 我想接下来我们会再争取 让这个地方的停车场的问题 能够更快的进步 进度来去追上从前 落后的那么多的进度 谢谢 这就是要了解地方的需求 为民谋服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是我们的中山区 这里的后车停 没想到加长加宽 加汇了这里的新住户 恒兵社区住户入住后 等候国道客运以及公车通勤的民众变多 原有的后车停已经不服使用 因此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接获民众反应后 特地邀及市政府公务处 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堪 而新建新衡兵社区的 润龙建设公司也愿意出钱 顺着人行道加盖延长 这座公车后车停 10公尺左右的类羽扬走廊 让等车的民众 可以不用日晒雨淋 今天我跟德海里真理长 研讨之下呢 希望说润龙建设 能够赞助这边 来做个羽扬走廊 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润龙建设 在基隆这个地区 就是有持续的在开发中 那秉持着企业精神 公司是愿意施做 这个所谓的遮雨遮阳棚的部分 非常感谢宋伟丽一座 来帮我们德海里争取这个设施 因为每天早上的这个通勤组啊 都要忍受着刮风下雨的 还有阳光曝晒的这个事情 真的是很辛苦 你不要看后车停好像不起眼 但是它是民众最有感的东西 我们要请教伟丽姐 因为我有时候偶尔会到万木山早上 我会去那边去运动 对 我就经过那边心狠冰的时候 我发现夏天的时候 就你知道大排长龙 大家在艳阳之下 你知道很热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上班族已经 为了等公车已经够辛苦了 然后要遭受阳光的照射 所以然后下雨天呢 要风吹雨打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是 我觉得看到就好可怜 你知道那种感觉 所以这次润农建设呢 我也非常感谢这个企业主啊 能够就是说赞助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公车处 每年都亏损嘛 所以你说要他做这些 附加的这些后车的雨洋走廊的话 可能好像非常难度非常的高 那当时呢 我就请那个润农建设 他们我就提出来 我就说是不是能够赞助 就是说 以及未来维修 都由他们来 来润养 来润养 对 然后经过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 他们答复说好 OK 对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 就是润农建设 虽然在我们那地方造成不少冲击 因为一个交通的问题 但是现在比较顺一点 但未来呢 未来因为听说他们还有 后面还有 还有这个 孟宴城这个地方 对 好像还要再盖 但是他们有另一批一个连外道路 但另一批一个连外道路是不错 那是针对社区 但是如果车子开出来的话 对 一样 因为我们就只有 往经过学院的方向 跟西定路的方向 复兴路这个地方 所以说 未来也是蛮头痛 所以说交旅处 不对 交通处 交通处未来也是希望能够 就是好好的看规划 配套措施都要做好 对 这样子 我们中山区才不会觉得 那个车辆整个拥挤到 大塞车 对 大塞车 我想 然后顺便在这里 呼吁一下 我们公车处 希望那站牌 叫福基煤矿 就是后车亭 我觉得福基煤矿 后车亭 我们好像 普吉亚好像没有煤矿 为什么到处会命名这个 是不是能够名字改一下 改 譬如说 复兴停车站 后车亭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 赞名也要改一下 对 我觉得赞名改一下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贴切一点 要不然你讲福基 随着时代 对 我讲福基煤矿 你知道煤矿停车站在哪里 你一定不知道吧 福基 对啊 而且据我所知 我们中山区 普吉亚 那边没有煤矿 当初为什么会命名这个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也会在这次定期大会的时候 我也会再提出来 其实他们可以检讨一下 是啊是啊 这不错 这民众很有感 除了这一个后车亭之外 另外大家很有感的 还有就是回家找不到停车位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一区新二路的闲置空间 现在有望开闭成停车场 没有菜 没有菜贵 土地闲置实在可惜 除了超过300坪的空地之外 一旁还有荒废宿舍 新二路174项 因为有停车需求 市议员韩世玉邀请国产署 政府文化都发交通处等单位会刊 研议规划停车场的可行性 政府金管会的话 有拨用这块土地 后来没有使用的用途 所以金管会又回拨回去给我们国有财产局 我们的话可以建议市政府这边 交通处来跟我们国有财产局协调 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去增加停车空间 由于土地属于国产署管理 空地上堆满土和石块 光是清理就至少花上上千万经费 此外交通处表示 空地规划停车场 必须考量车辆进出动线之外 成本效益尚待评估 最主要的话是 那个入浮宽度 进出口入浮宽度的问题 这也是个好消息 当地的民众对这一个 有停车场这件事都会非常有感 我们要请教市域 争取很久了对不对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 其实我们的民众的话 其实反映蛮久的 就是他当时候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是 那个鼠基的这个宿舍 就是鼠地基隆医院的那个宿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后面有两三栋的建筑物 对老旧的建筑物 那现在他们那个建筑物的话 现在的进度是 他们建筑物已经超过50年了 所以他必须依照那个文化的保存文资法 那他必须得要做这个文资的审查 看有没有所谓的什么保留的价值这样子 对那如果这个如果一旦说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希望说他未来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整 跟整体的规划 那看说可以增加停车空间 因为我们在信二路174项这边的话 其实是信一市场的周边 那信一市场周边的话 当时候是有这个那个熊站停车场 也就是现在倭俊的位置 然后跟那个17路的 本来那个港务局的育城中心 本来都有地方可以停 但是后来的话 因为都陆陆续续的做很多的建设 那变成说当地其实停车的空间 本身就被压缩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的话其实很多的居民的话是希望说 可以做这个停车空间 那当然也有蛮多的居民 那天会看的时候也有在讲说 就是当地的话 大家也是希望说可以做这个所谓的 这个休憩啊或者是公园啊 这种空间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的话 他应该要把它活化 对最起码一定要把它活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其实本市基隆市 像我们信一区有很多的 这个闲置空间 有蛮多都是我们 譬如说市政府的 或者是中央单位的 所以的话 市域呢也在这边 也是希望说未来就是我们 立帕委员 就是配奖委员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也会争取更多更多的 活化的一个空间 然后给市民朋友们 不管休息还是停车 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所以有很多方的面向可以来讨论 主要就是不要再制造脏乱 让这些本来的脏乱死脚 可以活化起来 这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就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集结二阶段 评估会走进长庚市区 我们来看看交通部已经核准经费了 要请教我们的发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捷运要进到长庚医院 好 那么我想 这个这是大家引颈期盼的 因为当初我们一直期盼说 我们的捷运可以到基隆来 但是无奈之前定案的时候 拍完定案的时候 就是止到巴独 那大家就期待 止到巴独 为什麽不到基隆 那当时一直讲说 因为没有附地 从巴独到基隆 一直没有附地 那我们的期待就是说 那你可以从巴独绕麦津路嘛 过巴独交流到这里 到麦津路这边来 过了麦津路 你可以尽量绕到我们的安乐区 能绕多少算多少 越多越好吧 那现在我们目前初期 这个声音 我们不但我们市政府听到了 我们重量也听到了 所以在这个交通部这边 已经有核准的经费 那我们去做二企的这个规划 二企的规划就是说 我们要从巴独这边 拉到这个该怎么讲 附近天下社区对面 这里有一个原本我们一直以来 一直希望把它 当为转运站的这块土地 它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 那个交通用地 那这个国有财产局的交通用地 一直以来一直在那边 一直在做很多规划 一直没有成型 那现在我们希望把 有这个附地之后 可以把捷运从这边拉到 附近天下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经由长庚附近 适当的地点 去把它拉到基隆的市区 这样我们捷运 对基隆才有意义啊 不过你捷运只到巴独 没有进到基隆 根本就是一个 一个有点浪费啦 对基隆没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们在保留基隆火车站 又要增加基隆捷运进来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现在交通部也已经 初步已经接收到 我们到我们的这一个建议 已经拨经费给我们基隆了 要让我们基隆去做规划费 去做规划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 从巴独来到长庚医院附近 再从长庚医院 拉到基隆市区 我想接下来 这个安乐国宅一起 这边的地方 他们的都市计划变更 也已经有眉目了 再加上我们上市货贵公司 那个地方那块区块 市长也正在规划科技远区 那各位所熟悉的一个 东地市大卖场 这个地方 现在也已经有 知名的这个大企业 已经买下了 这个地方以后要做 很多的一些商业 或是住宅等等的 各方面的结合开发 我想这个地方的带动的繁荣 这个以后的新生的这个前景啊 我们是指日可待 现在是可以期待的 长庚的结合 集结的进入 还有这个商业园区 科技园区 还有国宅的这个都市计划变更 这些整体的规划结合 我想需要我们大家继续 共同努力下去 不过好消息就是规划被 重量已经愿意给了 已经认同我们 我们的这种构想了 所以我们基隆的捷运 二期计划 可以从巴图到基隆市区的 这个指日可待 向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 是 这个交通真的 大家很有感 可以减少大家的上下班时间 不用塞在高速公路上 真的很重要 同样是好消息的话 还有就是有一个 宏丹的陷阱区也解除了 我们要请教市域 是不是法院前的违规举罚 目前是零了呢 对 那个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其实法院那边 当时候的话 就是东信路 然后转那个重法街 然后有些的话 是我们这个东信路 然后走这个东明路 东明路 然后要转这个东信路 那很多的民众的话 当时候的话 都会这个 因为是左转专用道 所以变成说 横跨左转专用道 然后造成了呢 后面检举 就是人家检举 然后开罚 那所以说呢 像这个部分的话呢 后来的话 其实在上一届的时候 四月的话就有 特别有在讲这一块 那也有在争取这一块 就是说希望说它的 标志标线做改善 但是那个时候 就如同我们法哥所讲的就是 都沉湿于交通处 那也都没有任何的进度 那后来的话就是 谢市长上了以后的话 现在的话 其实从去年 我记得是年初 就在提这个事情 然后大概到了大概年中吧 六月来七月 他连同我们东信路 跟信义路的那个进行机车 都整个把它取消掉 那那个部分的话也是 都是常常也是民众会 这个误触罚网 然后被罚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危险 因为有些机车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汽车 他刻意的在慢车道 但实际上面的话 就造成了交通主射 然后所以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说 比如说我们东明路 这个路段 可能左侧的快车道 就是专用道是没有车的 但是右边的车道是全部塞满的 然后大家在等红绿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情形也蛮久的 所以很多的民众也都有在 在抗议这个事情 那所以现在好不容易改善了 那的确 这个后来的话也有跟交通队 那边有确认 警局那边有确认 就是说我们的罚单数的话 的确就减少非常多 然后等于说我们做交通的 这个改善措施以后 那包含的事故率 也是降低非常多 是就是标志标现改善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也是争取 事欲争取的 就是我们东信路 跟信一路的机车组路权 对 从这个我们的基勇女中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 信一路洗珠桥那边 那因为这一整长段的话 我们的进行机车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 我们的这个民众有在反映说 尤其是到了我们那个 全家福斜店那一段 然后还有前面的 中国信用那一段 那因为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上下课 跟上下班的时间 那很多的我们的学生 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车辆 都有的时候都会停在这个 右侧的这个慢车道 那所以造成了呢 我们非常多的机车呢 必须得要骑到所谓的快车道 那所以后来的话 其实民众很多也有在反映说 进行机车的这个 取消一线道 那取消一线道以后 结果的话其实也是蛮好的 就是说你交通措施做一个调整以后 那的确第一个就是民众也不容易受罚 然后第二个的话 其实当地的最主要就是 我们为了安全嘛 我们常常说 进行机车也是为了安全 取消进行机车也是为了安全 那其实后来的话 其实相比之下的话 取消进行机车以后 的确是造成 就是说我们等于说 现在的罚单数是非常少 而且第二个来说的话 相对的现在也非常的安全 安全很多了 真的就是要安全 而且重点是可以减少这些 交通事故 对 同时也可以兼换我们的塞车问题 那同样是塞车问题 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八度交流道 听说在上下班时间 不是听说是真的在上下班时间 真的都塞爆 我们要请教发哥 是不是有什么好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老问题 我们也是争取很多年了 就是说尤其像国家新城 要下来到麦金路这个地方 老是塞的动弹不得 然后麦金路的上下班时间 因为麦金路得天独厚 它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高速公路 一边是国道1号 国道3号 那这些车流一下来的时候 上班时间真的就动弹不得 尤其像长坑商圈一直到那个 这个这个甚至于到了那个 那个激进引路 死皮类那个地方都塞车 我们也一直在建议说 开放路线那些 但是老实讲还是输解不了 因为出路悠寒 那现在我们很乐见说 市政府听到的我们建议 看到的地方的需求 我们现在有规划当中 我想这个成功的几率非常之高 也就是说我们从八度交流到这边 我们有注意到 壮观台北社区 我们的人口数非常之多 但是壮观台北社区这个地方 离我们的迈进路非常的远 大概有两公里之远 还有这个所谓的国家新城 局境社区这些地方 都是交通非常急需要改善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市政府 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规划 就是从八度交流到 要留一个引道出去 经过我们壮观社区 到我们的局境 到我们的国家新城 然后通往激进引路 这方面我要向各位报告去说 我们市长真的有看到 我们地方需求 知道民之所需 所以我们往这个地方去做规划 相信这一个也是未来 可以解决掉我们迈进路 跟国家新城 这些塞车的问题 可以做一个很有效的改善 在这边向各位做一个报告 谢谢 同样是好消息的 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发哥也争取了 纳武人的棒球场 重建要加入看台 还有游泳池 长期关心 武人西整治进度的 金融市议员于三发 在金融市议会总质询时 呼吁配合自理计划 先行拆除了道轮棒球场 在重建时应该增设看台 以吸引直棒球队到基隆比赛 同时下方志鸿池 也可以规划一部分 作为游泳池 这个这么大一片空地 如果可以把它纳入规划的时候 当我们在改建这个棒球场的时候 我第一个期望 希望把这个自来水公司 同一这些地方 把它建成看台 让有更多的观众 能够有座位 那么直棒就有可能进来 他不一定说是什么的竹场 但是至少在一年来个几次 我们金融也可以带动直棒 这是我第一个期待 第二个期待 旁边就是武人西 就这边山上流下来这么大的水 在大雨暴雨的情况之下 这些水要让它先流到棒球场下面的智洪池 那我想这些山水 这些山水QQ的 流到我们的棒球场里面 经过简单的一个水处理 智洪池如果拨一小部分出来做游泳池 你觉得好不好 对此公务处长陈耀川表示 会请郭文公司将议员建议纳入规划评估 真的是个好消息 终于要纳入规划评估 我们要请教发哥 真的今天好像都是来报喜 因为也是一样 争取的2018年到现在 那时候大雨暴雨水的时候 中央政府来讲说 五人西整治计划 我们分为短期 中期 长期 要把整个五人 我们争取之后 要把棒球场的底下做一个大型的制洪池 防止我们的五人西淹水 好了 到后来 我在前两三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 中央好像把这个跳过了 直接要去做分红道 就把这个制洪池给搁置了 没有消息了 那我就追着我们 那个林浅市长跑 我说这不行 这个我们大家对这个地方的期望很大很大 那今天会在这里再来谈这个 已经不叫建议了 已经算是在报喜了 所以说我们针对五人西淹水的问题 有去规划到棒球场的要做制洪池 那因为要做这个制洪池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做 又把棒球场做重新兴建 整个挖掉做新的棒球场 那我一直在争取 也向自来水公司做了证实 自来水公司愿意把棒球场后方的一些土地 跟我们地方做合作做结合 那像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说 如果照我们现在跟市长建议 市长也接受了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了 我们可以预见 所以未来我们的棒球场 如果往后延伸到自来水的土地上面 让我们的棒球场的看台 能够大量增加的话 那么职棒就愿意来 你如果简单几个座位职棒干嘛来 他来了钱啊 没有人客啊 他因为观众要多的时候 他职棒才会进来嘛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预计 我们可能会有这个职棒 会到基隆来进行比赛 我们就有一个像样的 够水准的一个职棒的这个棒球场 不但可以让市民使用 我们可以迎接职业棒球 到我们基隆来比赛 那大家引颈期盼的就是说 希望大五轮地区 大家急需要停车场啊 大五轮三四万人 没有一个游泳池啊 还有周边很多的建设 我想目前为止 我们这边得到了确定的讯息 游泳池已经纳入规划了 停车场纳入规划了 职棒看台 这个棒球场的看台 要把它扩大 尽量往职棒水准去扩升 这个我们也争取到了 在这边 像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之外 也希望各位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棒球场 整个要重建之后 现在我们已经 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如果各位还有更好的建议 像我当初想到的是 棒球场的看台 或是下面把它做成游泳池 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更好的建议 希望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当中 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向我们再建议 我想我们会跟市长做良性的沟通 好好的检讨 针对大家的需要 我们来做更多 为大家做大家最需要的事情 把事情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要深耕在地为民谋佛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大庆大城社区 这里的民众反映这个挡土墙疑似 真的很危险 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 中和路168巷五弄55号附近 靠近J区这边的挡土墙 常年受到大排水沟水流冲刷的影响 挡土墙地基受到掏空 当地住户和里长担心影响上面房屋的安全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宋伟丽陈琴 宋伟丽也立刻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前往会刊 至少争取2000万元以上的灾害准备金 维修补墙 预定5月前进场施工 它是属于立即性的 而且蛮紧急的 因为不要再浪水 然后渗透到民房的房子底下 怕万一整个都会掏空掉 真的是很危险 我们的伟丽姐很关心地方发展 成功争取到经费 请教伟丽姐 谢谢 我想真的过去的无奈 现在感觉看见曙光 我只能用这四个 就像我们刚刚发歌 他就非常开心 就说今天来报喜 我想这个大气大成 这房子这边立足在这地方 已经大概将近30年了 而且人很多 非常多 那户数非常的多 靠着这个大排水沟 他这个大排水沟 而且通户都那个地方 整个上流一直流下来的 曾经有一次在台风天的时候 还淹大水 整个地都淹大水 然后满出来 然后还有一位老太太在种田 因为瞬间的大雨 把他整个大水 都把他连冲到大排 然后到现在都没找到 对 有一次那个台风我也忘了哪一次台风 好恐怖 当目前也是我同学的妈妈 对啊 那 那 就说 现在就说 我请那个下水道客 以那个紧急灾害的处理方式 因为 真的是危急民房 因为他会渗水进去 那渗水进去的话 长期这样渗水 如果不用紧急灾害处理的话 你慢慢发包那些的话 我们讲整个民房里面以后都会 就是土石流出来之后 民房就会倾斜 是 那那边住了非常多的户数 那我想说 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谢氏政府团队的 他们也立即的 就用灾害处理的方式 那真的是苦民所苦 以及民之所需 真的是民之所需 苦民所苦的那种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个处长 也非常感谢市长 用立即性的方式处理 是 真的很危险就是要立即处理 对对对 然后同样呢 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有一个社区很神奇 因为他们的那个排水管常年不通 就是我们信义区的民生社区 不过也是一样好消息 我一块来看看 我们现在是挖这个原来的既有管线 旧有管线 我把他的旧有管线 给他挖出来找出来 那挖出来找出来以后 把他头接起来以后 我才能把这个管线慢慢把它接出去 这样子 民生世界社区长期漏水问题 终于渴望解决 争取改善的市议员韩市域 特别前往社区后方 关心工程进度 民生社区 其实长情性的漏水 是已经漏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从韩前议员到现任的市域 那一直都在努力的推动 我们的水管可以做一个带管 更新的这个市域 那当然呢 政策是延续的 大家也争论的 这样水 水现在就不用说 你做的水就不用说又流 现在流的时候外面的 对 我们家的是我们自己负责 这路的政府给我们解释 最终给我们解释 这就是民生社区 我们要请教市域 因为听说以前更恐怖 以前到底是多恐怖 以前的话其实民生社区 当时候 因为他当时候水管的话 其实本身条件就不是很好 对 所以造成的话 其实第一个就是 就是长期的漏水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 他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 他因为漏水的关系 然后造成说他的压力不足 所以压力不足的话 你看他都是大概六层楼五层楼高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打不上去 就是打不上我们的水塔 那个水塔里面 所以变成说呢 造成那边缺水的状况 常常发生 那其实当年的时候 像家父那个时候 他们还有特别的就是 比如说找水车 然后去搬水 各方面的 那那个时候当年是非常的辛苦 那现在的话好不容易 就是说我们终于也感谢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公司 那也感谢说市政府 然后还有委员大家帮忙 那就是说我们今年度的话总算 总算开工了 本来去年的时候 一下说这个二月 一下说三月 然后一下说五月 一下说七月 那后来的话就是 也感谢说市府这边呢 也特别的帮忙 就有关于说我们这个本身的话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经费 我们比如说民众的话 可能他出两成 然后比如说中央出比如说四成五成 然后我们的这个市政府这边也要出经费 那也感谢说谢市府的话也是苦民所苦 那所以呢在第一时间等于说 知道了这个事情就马上的来 来跟这个水公司商量 所以也赶快的把这个应该这个补足的经费 把它补足 那所以呢现在呢 我们现在正在实作 那未来的话 他是走这个民管的 那近期的话也差不多也快要完工了 那后续的话就是要整体的把这个 马路做一个修缮 那未来的话就是水管代管工程 那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社区啊 也都是一样 那相信 一个一个去解决 对 所以相信未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漏水缺水这样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问题 发现民众真正的需求 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既有女中前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路数太突出路面的时候呢 车大型车辆呢一定要往内车移 容易形成错 所以我们建议呢 把这个路数呢尽量往内修 部分的话会造成很多的家长的不便 而且呢也会发生危险 因为有的时候接送小朋友的时候呢 右侧的话其实是大车的车道 原则我们会针对安全性的部分啊 然后去做输资 那内部他们已经有一个绿色绿因隧道的感觉 那我们原则会保留 我们要请教市医耶 为民众争取很两难耶 一个是要保留 一个是要保留 到底是什么 因为那边主要的话其实 就是常发生车祸 就是常常就是说这个民众在那个地方的话 可能会撞到就是右侧的车辆 那当然那边的话当然也是 也是要呼吁我们很多的民众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好朋友们 就是骑车真的不要太快 尤其还有就是不要改装 这个很重要 那个噪音的问题也是很严重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那个地方 因为灯光是真的很暗 晚上的时候灯光非常暗 对所以有增加照明 那现在增加照明了以后的话 其实我最近其实蛮喜欢我们那个市政府 就是它的一个新的那个路灯 它那个路灯的亮度本身蛮亮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的话 可以大力的去更换这样的路灯 因为有些地方的话是真的是 太暗 暗了以后也会造成治安的问题 甚至于也会造成黄金长的 或者暗的地方 大家许非做事情嘛 对 那个部分的话 其实树枝的部分也还好 那个的话就是其实往内修就好了 然后其实它里面的话也 有点制成一个树印 跟那个女中的那个里面 校的树里面 大家可以制成一个树印 所以未来的话 我相信那个也是一个亮点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其实那天我们还看的就是 主要就是东信路的那个进行机车 还有呢就是建议它那个斑马线 因为那个地方主要是2088 跟一些客运 我们这种国道客运 出来的一个地方 从六合厅上出来 那我们一般开车的都知道 有A柱的问题 那所以只要一右转的时候 我们的斑马线就一定要往前移 安全的问题要考量 大概是这样 就是要解决民众的问题 当然也要为地方创造商机 我们来看看 金融市政府市长谢国阳说 市府大楼要招商 因为要创造就业 我们来请教韦丽姐 听说位置也都不一样 对啊对啊 我想原先我们不是在议会有 就是说在尼佑昌那个秦朝的时候 有讲说那个公车 公车处就是才 就有公车处那个地方 修理厂 对修理厂要盖市政大楼 但我觉得市长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在渭海营区那个地方 对就在长龙隔壁那一大片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旧有的厂房 它现在也是准备要招商 就是说让市政府跟民间合作 我们出土地或用出产法的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 就是我们市政府不用出办法钱 对 那在渭海营区这个地方 如果要盖 就是说结合市政大楼 因为现在像新北市 就是板桥那地方好像就是 他们就是好像有跟那个 民间就是有共同 合作 合作一个综合大楼一样 但是上面又有办公大楼 对 就是说用这方式 其实第一个 招商引资之外呢 然后让大家办事情便利之外 还可以持续消费 我觉得这个构想非常好 除了这点之外呢 市政府不用出办法钱 对啊 就省下这个55亿耶 对啊 我觉得市长太厉害了 真的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商业头脑 所以最近我觉得他老师 好像都被攻击 我觉得你要给人家时间啊 对 他又要往前走 然后你们又在旁边这样子 我觉得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是个 我们要打造一个有碍城市 大家共同来 有什么好的建议 都可以打电话 给我们民意代表 然后我们来跟市长反应 都可以的 对 我们还剩两分钟 我们要请教发哥 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我们的市政大楼 怎么讲呢 因为市政大楼 我们要的也是一个 好的一个办公环境 与其花55亿去举债 来盖一个这个市政大楼 市长用不同的创意 不同的观点 认为说好 我让民间你来投资兴建 但是兴建完之后你要 譬如说50年70年 让你市政府不用花钱 就有地方可以办公 然后楼下又有一些商业行为 所以基隆市政府 还能收到收益 这个不但不花钱 又能多赚钱 这个商业思考模式 我想对基隆市 确实会造成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也会带动桌边 把这个旧的公车修理厂这里 也可以变成以后 也必要提成一个百货大楼 以后基隆的商业观光海景 新的市政大楼 不用花钱一起解决 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思考模式 一个商业模式 我想我们会大力支持市长的 这个经营方法 那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鼓励 多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们会一起继续为基隆 打拼更美好的未来 对 剩一分钟事遇 其实我看到这个市政大楼的话 其实本身招商引资 然后再加上说未来的话 其实真的不用花一分一毛的钱 然后为我们的人民审核包 然后花在更有意义的上面 我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市长的想法的话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财政纪律来说的话 也会顾得到 而且又可以加强我们更多的建设 而且也会跟很多的我们的商业的 无论说是各行各业 尤其是对于我们基隆有兴趣想要投资的 等于说是开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来回散 也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商业的集团 也可以来我们基隆做生意 然后也希望未来可以投资更多 然后在我们基隆 而且未来其实很多的一些 我们的市府的一些土地 或者是乃至于说国有地或之类的 只要是好的idea 然后只要是合法 而且我们还有创这个所谓的连政平台 有创连政平台 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就是说 交给我们的市政府 然后来去做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 相信我们基隆一定会更好 是基隆一定会更好 谢谢今天三位异作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为基隆市民发声 为基隆争取最大的利益 让我们基隆这一座城市 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三位异作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下集 content 我们下集中 在我们下集中 下集中 by bwd6